那么这是一个观察方法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画到这个程度之后呢 我们说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进行下一步 我们是什么样 从结构入手去理解这个模特 所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额结结 额结结包括这个镍线 包括这个镍弓骨 然后呢颜骨 这边是口轮扎击 是吧 这些位置呢给大家确定一下 注意头顶到下额的二分之一处是什么呀 同学们 是眼镜 很多同学喜欢把眼睛画高 把眼睛画得很往上 嘴画得很长 那么这就不对 把额头画得很长 对 对 我们要把这个位置画出来 还有注意一点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 画男青年 男中年 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弊病 共同的弊端 这个就是 喜欢把眼睛画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画男中年的时候 不要画眼睛 要画什么呀 画整个的眼球体 所谓眼球体就包括 这个眉公骨 眼眶 下眼皮 这一个区域 你去画一个区域 你把这个区域画出来以后的话呢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 哦 这个眼睛其实是在这个圈里头 而且呢 不是很大 不是说 不是说很超超出这个范围 所以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画这个区域的时候 注意 包括我们在这个画的这个区域上一个层级 我们会发现这个在绘画的时候 又产生了一个逻辑 逻辑关系 什么逻辑关系呢 就是从整体到局部 从局部再回到整体这样一种逻辑 什么是从整体到局部呢 从头顶下颌这样的一种关系 到三大块 是吧 这样的逻辑关系 这是从整体到局部的一种关系 那么再从这边的一大块里面 我们再确定位置 再出现这样的区域 或者鼻子的这样的区域 或者口伦杂基这样的区域 那么这个又是从这样的一个整体到局部 这样的一种整体到局部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头像分成几大层级的话 最大层级是头颈间 第二层级就是这几大板块 是吧 在某一板块里面 再去分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正面板块里面 又分几小板块 我们把这几个板块一层一层深入 这样去画的思路 就是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容易把握要点的一种思路 如果你反过来 或者说你只画一个眼睛入手 或者你只画一个耳朵入手 这样的思路的话 会使你这个什么样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 你会失误很多 你会失去很多 把握住最关键东西的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咱们同学在画的时候 你的思维 你的思路一定是从整体 往局部去转 这样的一种思维 所以的话 这几大板块呢 我们也不着急去画它的这个 什么具体内容 为什么呢 我们要还是要比较 我们是要把它这个几大板块的这个什么 大块的框架画舒服了 然后我们再去什么 再去深入小板块 你这样的话 你就游刃有余了 明白不明白 同学们 你想想 你画某一个细节还是很容易的 画某一个很细节还是很容易的 这个尤其是初学的同学 实际上 有的时候你没有信心去画 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一种恐惧感 往往你去试试画一些 尤其是用速写去画一些这种很细小的一些 比如说画一支笔 画你的文具 比如画你的笔袋 书包 这种简单的东西 实际上你会画的很多内容 都能把握住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 实际上从局部出发的能力 还是大家都具备的 控制小画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现在想要到这种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所以的话 如何去从宏观把握住画面 把握住画面的整个的要点 这个就是什么 反而是一个难题 还有比如尤其鼻梁的这种角度 湄公的这种角度 你观察模特你会发现 可能和我们这种分析中有些不同 实际上 我们说每一个人的这个五官来讲的话 没有决绝对对的对称的 都有一些他的自己的性格的这种特点 包括这种自己独特的这种形象特征的要点 所以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五官 比如嘴角或者眼角某一个地方表现出来的是不对称 但是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不对称 或者那一点点的与众不同 那么他才会有这种特别独特的个性 所以在画模特的时候 我们说在写生的过程中 实际上你抓 往往就是抓那个你看上去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往往是更容易把模特画得更生动 更生动 那么在默写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尽量把握住对称关系 对称关系 但是在写生的过程中 实际上更重视的是生动性 更重视生动性 那么有些同学说了 所以我们在写生的过程中 我们在现在的写生练习 就是为以后的这个默写的考试做准备 不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个默写的时候 是你自己会很好的把握住它的准确性 这种对称关系 这个实际上你在写生的时候 还是要生动作为第一要素 当然就是结构来讲的话 也必须要准确 结构要是准确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那种结构 我们慢慢的 用整体的一种观察方法 思维方式 那么我们就慢慢的 一边叙述着这个绘画的过程 一边把它进行一个表达 那么画嘴的时候 我建议咱们同学 不要看它的这个嘴的中间那条线 不要先看它中间那条 要先看哪呢 要先看它最上远的那条线 和最下远的那条线 甚至是这个嘴的这个头影的那条线 把它的这个嘴的这个整体轮廓呢 我们先把它有一个界定 注意就好像我们画眼睛和鼻子一样 我们要画它的最外轮廓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画它的这个内型 如果你是反过来去画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总是画不对 总是画不对 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把它有一个表达 那么还要就是画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你的心情一定还是要放松的 我在之前的录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去谈到 说你画画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心态的问题 这个绘画的时候的用笔呢 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就是看似随意 但是呢生动准确 最高境界是看似随意 但是绘画呢生动准确 那么再往下一个境界呢 就是生动准确 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发紧发死 就是往下一个境界 那么再往下一个境界呢 就是很认真 但是呢这个行不是特别准 或者是行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 那么最不好的境界呢 就是这个很潦草 没有内容 行还不准 是吧 但是很多的同学呢 在学画的过程中呢 就看到了这个最好的那个境界 就看似这个 这个就像周杰伦同学唱歌似的 是吧 是吧 朦朦朦朦朦的 是吧 不知道唱什么感觉挺好 但是呢 你就那么去画了 但是呢 最后没有把准确的东西把握住 这样的话呢 你也很影响你的这个成绩 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啊 尤其是学造型 考过一年的同学 你会深有感触 就是 为什么我学造型 我就是哪儿一个学校都考不过 一个合格认都没有 但是别人学造型啊 为什么就考了考哪儿都是前几名 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 我告诉你 就是出现在别人学造型 是用最松弛的这种语言 表现最生动的东西 而且是准确的这些要点全把握住了 而你呢 就是最用最松弛的语言 是 但是呢 要点没有把握住 朦朦朦朦的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就差距就拉的不止一点半点了 明白了吧 同学们 所以的话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要用松弛的语言 但是 你也要有严谨的内容 作为什么呀 作为你的一种基础 否则的话呢 你就是一个 屋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一个 给人做陪衬的背景 那么 据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啊 包括 很多的这个报道啊 统计 这个 就是 每年的艺术高考中 每年的艺术高考中 真正是 这个什么呀 这个 有两部分人少 一部分人多 什么叫两部分人少 一部分人多 就是说 人少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没有学过画画的 零基础 什么都不会画 到考场上 什么都不会 明显是就是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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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左脚画的画 是吧 这种感觉 你这样的画的很少 就是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另外一部分人少 什么人少呢 就是 具有很高的水准 很松弛 画的又很到位 这样的人很少 那么就是 所有的要点 全把握住 而且呢 表现的就是 轻松自然 很自然 这样的 这样的人少 这样的人少 什么样的人多呢 就是 按部就班的 这一朝一世的 一笔一画的 或者说是什么 这个 这个 就是 普通水平 中等水平的人 非常多 所以的话 大家其实都要有信心 因为你们的这个 这个 学习的这个时间 有限 都是 可能 学三四年 甚至最多的六七年 画画 短的可能一两年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去比拼这样的一个考试 所以大家水平来讲的话 首先来说 不会拉开太大的差距 所以的话 你差就是差到 我刚才讲的那一点点 什么一点点 就是这些要点 你把握住没把握住 这些关键点 你有没有做到位 实际上你把这些做足的话 那么你的成绩 就超出去别人一分 两分 考上的就是你 明白吧